马太福音 也被很多人反对 尤其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 法利赛人 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 耶稣与这些以色列领袖之间的冲突矛盾 将会有怎样的结局 马太福音之后的一部分 14-20章 探究了人们对于弥赛亚 所怀有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期待 耶稣一直在医治有病的人 并且两次显神迹 为旷野中数量极多的人群提供食物 一次是为犹太人 一次是为外邦人 这一神迹 与摩西在旷野为以色列人做的事非常相似 因此这群人对于耶稣的来到十分兴奋 他们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 然而当时的宗教领袖并不赞同 他们心目中对于弥赛亚的定位来源于 像诗篇第二篇 或是诞义里书第二章一样的经文 也就是一位得胜的弥赛亚 一位会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外邦的欺压者的弥赛亚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 耶稣是一位假冒的先知 他所传掌的关于他自己的信息 都是亵渎上帝的 因此书中记载了 他们对于耶稣日益加剧的反对 并设计要杀他 耶稣对此的回应是 褪比 他开始教导与他最亲近的门徒们 弥赛亚的真实含义 因为真正的弥赛亚 并不是众人所期待的样式 因此在第十六章中 耶稣问他的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似乎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他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之后我们发现 彼得其实在期待一位君王 一位通过军事力量 成功施行统治的王 于是耶稣挑战了彼得的想法 说 是的 我会做王 但是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做王 于是耶稣开始教导他们 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 这位弥赛亚将要受苦 并为他自己子民的罪赔上性命 耶稣将自己定位为 这样的一位弥赛亚 一位通过成为仆人的样式 通过为以色列和世上万民 摆上生命的方式来做王的君王 彼得和其他门徒 基本上没有明白耶稣的信息 于是耶稣开始了他第四部分的教导 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教导 这些教导都是关于耶稣 这位弥赛亚和他的国颠覆性的含义 这些信息颠覆了我们所有的价值体系 在这位君尊义仆的统治之下 您将通过服事人而被高举 你要饶恕别人而非报复 你要善待你的敌人 在耶稣的国度里 你要把你的钱财周积穷人 从而得到真正的财富 要跟随这位谦卑服事人的弥赛亚 你就必须同样成为仆人的样式 下一部分 我们看到了两个国度的冲撞 耶稣的国度和以色列领袖的国度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参加于月节 他骑着旅居进城 沿途的百姓都欢呼称他弥赛亚 耶稣紧接着并进入了圣殿的外院 赶出了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使美瑞的献祭一度停止 他的行动在这里比言语传达出 更清晰强烈的信息 作为以色列的王 耶稣是在宣告他在圣殿中亡的权柄 这圣殿是以色列人来见神的地方 在耶稣看来 殿中的买卖是假冒伪善的以色列领袖 备于圣殿的一种火邪 因此耶稣在这里质疑他们的权威 他们自然十分的恼怒 于是他们试图设陷阱 当众羞辱耶稣 但他们失败了 于是最终他们决定将耶稣处死 对此耶稣给出了他最后的教导 首先他言辞激烈地指责了法利赛人 和他们的假冒伪善 之后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因为这城拒绝了上帝和他的国 然后耶稣便与门徒退避 并开始告诉门徒们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将要被这些领袖处以死刑 但他们这样做的同时 也为自己挖了坟墓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接受耶稣所带来的和平国度 而选择了武力反抗罗马的统治 因此耶路撒冷和圣殿都将被毁灭 但耶稣说 这并不是事情的结局 他死后将要复活 并且有一天他要再来 在世上万国万邦 设立他的国度 因而与此同时 门徒要警醒祷告 并忠心传扬 耶稣和上帝的国的福音 伴随着这些教导 回想在门徒的耳边 马太福音的记载 进入了故事的高潮 那一夜 耶稣与门徒一同用逾越节的晚餐 逾越节 借着逾越节的羔羊的死 纪念以色列人 从为奴之地所得的拯救 之后 耶稣拿起了晚餐中的饼盒杯 这饼盒杯就是新的预表 预表了耶稣的死 会成为新的祭 将他的百姓从奴役 罪和魔鬼的权柄之下赎回 晚餐之后 耶稣被捕了 他在公会上受审 也就是犹太领袖 所组成的议会 他们否认耶稣是弥赛亚 并指控耶稣 说了亵渎神的健忘的话 之后 耶稣被带到罗马巡抚 比拉多的面前 比拉多认为 耶稣并没有罪 但他屈从了 来自犹太领袖们的压力 判处了 耶稣十字架的刑罚 于是 耶稣被罗马兵丁带走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到这里 我们发现在这一部分的记载当中 马太引用了很多旧约的内容 就像书中最开始的几章一样 马太要表明 耶稣的死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悲剧 或是失败 相反 这是旧约先知性的预言 奇妙的应验 耶稣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一样 以仆人的形象成为弥赛亚 他被自己的百姓弃绝 但他没有惩治他们 反而为他们的缘故被舍叛 担当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因此在十字架上 这一切有了结局 人的罪被洗净 而耶稣的遗体 被放置在一座坟墓中 但整本书的结尾 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反转 也就是书的最后一章 门徒们在周日的早上发现 耶稣的坟墓空了 之后 人们开始陆续看到耶稣 以从死里复活 马太福音的结尾讲到 耶稣复活之后 带给了我们最后的教导 大使命 耶稣说 他已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王 所以他差遣他的门徒 去在万民中传讲他的福音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并教训他们遵守 耶稣的教导 好叫他们进入神的国 最后 回应在马太福音 第一章所讲到的 耶稣的名字 以马内力 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 最后对门徒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耶稣的应许 他将与我们同在 直到他荣耀再来 以上便是马太所记载的福音 词曲 字幕志愿者 出品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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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